好 我們因為老共的飛機 常常過來 船也常常過來 所以我們要監控他 來了就要驅離他 對不對 你已經進入我們 趕快走等等 另外的船也是他也會過來 其實我們只注意到空中 海上也很多 那國軍現在說 報出來欠中油40億 他預算並不夠 要買油不夠 他這個船不得了 既得見走一天 油錢就是400多萬 那再小一點見走一天 油錢要200多萬 拉法業最便宜 走一天也要100多萬 因為他那個真的很費用 這跟我們開汽車 摩托車沒有辦法想像 一個船走一天400多萬 飛機也是 所以現在欠錢 到底有沒有欠 軍方說沒有 國防部說 我們已經編了70億 71億 所以並沒有欠款 而且說去年預算編內59億 實際執行100億 今年變70億到8月底用完了 蔡世穎 民進黨立委蔡世穎 她因為她以前在國防委員會 她的軍方有些消息 都是用完了 其實也沒什麼 用完就用完多編一點就是了 其實也就是這樣對不對 只是說你要你實話實說 是不是因為你原來編的時候 沒想到對不對 沒想到老是過來 而且常常過中線 所以你現在上去的次數比較頻繁 這也沒什麼丟臉 欠就欠 但是軍方一口咬定說沒欠 好 那空軍司令 其實以前叫總司令 現在改叫司令 劉任緣他說 共軍襲擾我們要省慎應對 建軍備戰沒有鬆懈 我們的造成空軍的部隊訓練 時速 後勤保養 預算增加 事實上已經造成 連新進的飛行員的受訓 都受到影響 第一個 你找飛行員不容易 那就培訓他 但是比較資深 你都每天上去 這個要應付驅離 所以他們說在地面能夠訓練 真的新的飛官 那個時速都少很多 這個將來也是一個麻煩的事情 戰鬥機飛行一小時 到底要多少錢 F-16飛一小時要花 叫不叫25萬台幣 蘇凱一小時要花56萬台幣 所以反正都很費錢就是的 除了油料還有人員的薪資 飛機損害 零件修護等等 所以是非常昂貴的 另外 好 我們看一下 8月14空軍節 蔡總統臉書致謝國軍 捍衛我領空 卻有媒體爆出國軍 為了應付擾台的共機艦 2023年編列總油料費70多億 錢不夠還積欠了40多億 我認為我們編70億不夠 一年最少要110億到120億的油錢 才夠 對不對 今天空軍用了油 不是光是空軍用的 它是航空用油 航空而是三軍 沒有媒體所謂的欠款的問題 油料預算支應的狀況 如果再不足 國防部會申請管制預算 以及第一億倍金來支應 不會演油料的確用得兇 行政院籌編預算也在增加 2024年國防總預算上看4400億 相較於2023年又再增加了300多億元 還是各部會預算之冠 首先我覺得他這個油費的問題 就國防部來講並不是問題 因為譬如說他編70億 結果最後發現 遠超過70億的數字 譬如說100多億 其實他用預備金 他很輕鬆就可以支應 所以國防部 以一個這麼大龐大預算的部會 他要去欠中油錢 我覺得大可不必 今天比較可異的 就這件事情可討論的是說 國防部的心態是什麼 因為他去年他就已經知道說 這個供機來擾台 所以這個不斷的要 我們的飛機不斷的要上升 不斷的要去辦行 去對峙 你在這種狀況下 你油費就已經增加很多了 你還不肯把它編足 背後的心態是什麼 像旁邊的江啟成委員 藏在國防委員會 應該滿了解他們的心態 我覺得他們的心態 應該就是說 不願意告訴大家真相 因為說實在的 如果大家想想看 他如果去年因為擾台了 他今年編了100億 去年就花了100億 他去年花100億 假設他今年編100億或120億 民眾會怎麼想 民眾會想說真的 很緊張 連郵費都要這麼多錢 我們是不是很背 我覺得現在民進黨 陷入一個論述的兩難 甚至可以說盲區 他一方面整天都在跟大家講說 我們只有備戰才可以避戰 所以我們一定要加強防衛什麼...的 努力的來捍衛說 我們要買很多武器 我們的當兵席先要延長 我們的警察跟憲兵 通通都要軍隊化什麼的 他一直在捍衛 可是另外一方面 他們在所有實質上的部分 在這個錢 連這個郵費 連什麼問題都想要躲躲閃閃 因為他的論述的矛盾跟盲區就是說 他知道民眾 特別是年輕人的心聲 一方面他如果態度很軟弱 年輕人也認為說 你怎麼抗中保台的牌不要用了 可是另外一方面 如果他真的照實的 按照我們現在軍事對抗的情況 來編列預算 來實際的反應的時候 他又害怕年輕人覺得說 糟糕了 我又要被送上戰場 我又要送死了 所以民進黨努力的 好像在這兩件事情 想要炒敲敲板 可是事實上這兩件事情 本來就是抵觸的 你根本就沒有敲敲板提災 一方面要說很危險 要仇匪恨匪 一方面要說不危險 因為怕大家很緊張 好 那麼F-16V 去投資2000磅的炸彈 要投到那個標靶上面 沒投到 投歪了 海巡官兵在這個艇上要觀察 嚇死人 那個耳朵快震聾了 因為太靠近了 這真的好恐怖 嚇死人 所以多人身心受創 很緊張 身心受創 那個真的耳膜會受傷 這事情所以他抖出來 是楊子斗 我不知道楊子斗怎麼會知道 大概好不然有朋友 在那個小艇上 外面怎麼會知道 楊子斗說空軍事情出來道歉 表示一個真的 投到旁邊去了 還真的出來道歉 這真的是很 空軍事情致歉 要求相關人員加強訓練 海巡述倒不倒楣 差一點被害到 這是MK84型的2000磅型 通用炸彈帶著炸彈去 好 那麼我們看一下 美軍F16飛行員投擲 MK842000磅炸彈的畫面 下一秒命中目標 就算飛行員迅速爬升 還是能看到底下目標冒出熊熊火光 就能知道2000磅炸彈威力多大 只是這類似場景 放在我空軍日前演繹 讓海巡光兵嚇壞了 另外發生在8月9號下午2點半 地點在九棚附近 在基地的F16V編隊起飛 執行實彈乍射2000磅炸彈任務 目標是之前就已經化設的 射擊區內的海軍大字號 和井江級艦靶船 為了防止漁船互入 巡慣力都會有介護海巡船在周邊 此次海巡派出新式35噸級巡防艇 而飛行員疑似誤判靶船 就投掷了2000磅炸彈 空軍則證實 確實有此事飛行員未能命中目標 且距離目標區過遠 造成震波影響海巡船艦 深表歉意 軍方已經要求提升訓練成效 你一定是確證目標的以後你才打 對不對 如果是誤判的話 真的要好好的做檢討 如果是偏移 是系統的問題呢 還是環境的問題 還是他目標沒辦法確定的問題 飛行2000磅炸彈的威力 可不是蓋的 看看丹麥軍隊空對地的炸射就知道 能夠跟官兵 能夠跟海巡的這些官兵 能夠做一個適度的安撫 因為那個震報真的很大 據悉飛行員有被懲處 但到底哪個環節出問題 恐怕仍然釐清 黃林 我覺得我們過去都常常在講 這個演習四通作戰 所以演習的目的 其實就是為了什麼 就是為了要因應各種可能發生的 任何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覺得軍方不應該只是道歉而已 軍方應該講清楚說明白 這件事情發生的理由到底是什麼 是因為訓練不足 還是因為我們系統出了狀況 還是因為所謂的地面配合 或者是相關的這些聯合作戰 這樣的一個連結有問題 我覺得這些都要講清楚 我真的認為就是說 軍方要學習日本 去年我們其實就在這個節目裡面 談過非常多次 日本因應緊急升空的這個狀況 軍費暴增了多少多少 我們都已經知道這些事情 這全部都是公開的數據了 日本政府也一再的跟他的民眾講說 我們要在哪裡做任何的事情 主要就是因為這樣的一個狀況 我們怎麼還會出現 所謂預算編列不足 這樣的一個問題 你根本就是把頭埋在沙子裡面 假裝這件事情沒發生 但是只要有在關心新聞的人 都知道 日本就告訴你說2021年 緊急升空的狀況 已經破1000次了 2022年少一點800多次 2023年現在又變多 所以他本來就告訴你說 他的軍費這樣的一個成長 已經到一定程度 我們軍方還在那邊 所謂的去年都已經100億了 然後你今年編70億 然後假裝好像就是說 讓大家民眾覺得說 其實沒有那麼危險 其實沒有那麼危險這件事情 就剛好出現在這次海巡的 見上這些弟兄 這些弟兄就覺得說 其實沒有那麼危險 只是個演習而已 結果沒有想到 發生失誤計算錯誤 砰的一聲 真的在很近的地方 發生這樣的一個狀況 海巡的弟兄他就會覺得說 天啊 原來真正的狀況是這樣 那是屬於飛來橫禍 我懂 這個不是海巡的錯 這個是空軍的錯 可是這也告訴你 就是說你的心理素質 我們到底真的有沒有面臨到 這個所謂的迫切的危機 我們真的準備好 像所謂全世界講的 台海兵修戰危到重程度了嗎 政府一直沒有講 軍方跟海巡弟兄 當然沒有準備 所以才會發生生殖狀 海巡弟兄真的打幾仗 還沒有這麼輕鬆 隨時都可能會有生命危險 來 發言 明雪 其實國軍的安全一直都是我 非常非常關心 因為我們家就有 親戚是中校跟上校 所以我非常懂 那些是在部隊從軍裡面的日子 他們的家人 其實非常非常擔心他們的安全 從民進黨政府宣布 要徵兵制開始之後 我真的要很嚴肅的詢問 民進黨政府 到底我們的硬體設備安全 還有所有的這些措施 到底能不能夠讓我們的國軍安心 不要忘了前幾週 也是一樣演習的時候 既然我們的彈藥會不會爆炸 炸斷了我們官兵的手 對 再來是現在竟然還發生說 什麼空軍的炸彈 還可以偏離位置 所以我不理解的是說 是我們的訓練出了問題 還是怎麼樣 就是一再的顯示出 我們今天我們的政府高層 在面對我們的國軍演習 失誤發生的意外事件 沒有做一個通盤的一個檢討 完全沒有看到 他們想要好好照顧 我們國軍弟兄姊妹的一個 很好的態度 就因為我們現在 自己也發生失誤 然後沒有辦法 跟敵人開戰的這個因素 這些都是我們自己的政府 都沒有好好做通盤的檢討 未來這種意外 都還是會再發生 而且可能會一件 還要比一件還要更嚴重 我補充一句話 我相信國軍弟兄的安全 跟我們的防備 絕對是比什麼都重要 尤其他們的未來 都是我們要照顧的 我們也希望說 我們相關的單位 國防部 一定要慎重去面對 這些相關的案子 我把長島區發我突然想起來 倒楣的金門前參謀長 他參謀長 還是要給他們部隊買 10個襲擊 一個7900多塊 然後副參謀長說我不要 這參謀長怎麼不要 他就把這襲擊 運回到台南的家去使用 然後當然部隊就會傳 因為他不可能自己運 一定叫小兵 傳立兵你幫我運 傳立兵會講 運到要加 他發覺部隊趕快拿著錢 叫他們再買一個 把它放回去這樣 好 那麼檢察官說 放後態度不佳 等等高嘉宇也是 放後 高皇也是 放後態度不佳 什麼叫放後態度佳 一定要說對我錯了 這叫放後態度佳 只要跟你辯一下 說我沒有 就放後態度不佳 犯人本來就會 嫌疑人本來就要辯論 不是很掙扎的權力 怎麼要放後態度不佳 我說這個參謀 放後態度不佳 判他一審多少 金門地方法院12年 石頭公權3年 12年不到8000塊 一個洗衣機他還還回去了 當然不對 把部隊的洗衣機拿回家 不對 但是你這合乎比例的原則嗎 合乎嗎 這樣算是 兩次 金門昌 到 好的 金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